打屁股大賽 規則1 你不可以提到 打屁股大賽 打屁股大賽 規則2 你不可以提到 打屁股大賽 各位先生女士 歡迎來到 打屁股大賽 西伯利亞力量秀於2019年開始舉辦的活動 比賽地點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邊4000多公里處 名叫克拉斯納亞斯克的城市 為西伯利亞地區第三大城 在這座白雪矮矮的城市裡 除了有各種因因之外 它也是各大型運動的主辦方 如2019年冬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拼上曲棍球賽和聯合式開戰球等大型賽事 打屁股可能是大圓觸害小孩子的方式 不過在西伯利亞力量秀 打屁股變成登上擂台的公開賽 今年4月1號到4月5號的比賽中 雖然無法找到打屁股大賽的報名資料 但作為2019年的熱身賽事 我們可以深入探討 打屁股大賽 算是溫和版的打臉大賽 比賽規則為大逆打擊對手屁股 是對手移動腳步便卡獲勝 雖然沒有透露冠軍獎金是多少 不過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參賽選手獲得健身禮物包和50s kill 本次參賽選手之一 Anaastasia 是健美選手和健身模特 據說她參加這個打屁股大賽後 IG追蹤著直接暴增 從影片中不難看出 西伯利亞力量秀 參賽者都是重訓的愛好者 影片裡兩位主事都有健身基礎 不過她們打擊的方式 只有用手處理 和專業比起來 力量的傳遞大大衰減 專業的是誰呢 當然是山巨頭啦 不論是打屁股大賽 或打臉大賽 力學模型都與網球非常相似 我們比較專業網球選手的揮拍 和健身女士的揮手動作 可以看到 點尖網球選手揮拍時 都使用核心的力量 從腳開始啟動 旋轉腰部 帶動肩膀 再帶動手臂 產生像編子般末端加速的揮拍 這在網球裡叫動力鏈 專業選手和業餘玩家的差別 往往不在於肌肉的大小 而是如何產生連續 為打斷的力道並且精確地打在目標上 網球選手為了應付高速彈跳的網球 必須提早拉拍準備做預判 才有辦法打擊到球拍中心的甜蜜點 不過打屁股大賽是偏靜態的比賽 選手只需要注重如何有效地 將力量傳遞到對方屁股上 再來看第二組選手的動作 兩位選手體態優美 即使身著長褲 也無法掩蓋戰鬥民族的強悍基因 但從他們揮手的動作看來 並沒有完全發揮健身的成效 因為比賽的規則是要讓對手移動 而不是打出最大聲 所以我們以不同類型的運動來比較分析 網球 棒球 高爾夫 將這些運動畫出火柴人形式後 就可以看出力量的驅動是從核心開始 產生的能量傳遞到手掌 它會造成最大的打擊力道 初學者會犯的錯 便是當身體旋轉產生力道時 仍想加大力道 此時手臂刻意的用力 會破壞能量的傳遞 導致打擊點不精確 或者力量相互抵消 至於要讓對手移動 我們還需要考量角度的問題 球類運動 為了讓球飛得更遠 或不掛網 都會有一個向上的發射角 那打屁股用體度角 可以讓對手噴得更遠呢 我們以熱高來實際模擬測試一下 實驗 需要一個熱高人的屁股 一根可以旋轉的棍子 模擬手臂 還有將位能 轉換成動能的鋼珠和軌道 軌道固定高度 以確保每次打擊力道相同 讓熱高人站在Pook牌上 依序在前方和後方添加高度 以模擬上旋和下壓的打擊方式 從慢動作回放中 我們可以發現 實驗以水平角和上旋打法 造成的打擊效果就佳 當然啦 熱高人的身體結構和人類的身體結構 還是不大相同 加上實際比賽時 對手或許會有預期心理 可以往你打擊的方向頂 減少水平推力 所以適時代表上旋或下壓 都是可以考量的戰術 本次打屁股大賽 是在2019年西伯利亞力量秀 作為表演賽的形式登場 目前找不到太完整的官方資料 無法確定日後會不會有正式的職業賽事 不過打屁股大賽 如果要邁向更大的舞台 勢必得建立一套更詳細的規則 目前已知的規則 是要讓對方移動腳步即可獲勝 主辦方或許可以考慮把平衡感加入比賽中 讓選手站在滑板或平衡板之類的物體上 打擊使對方失去平衡時 也得確保自身平衡 讓比賽除了純粹的暴力外 也添加平衡感的挑戰 而在這個人人風民音的非常時刻裡 各大論壇都可以找到打屁股大賽的民音 對於猶豫發展打屁股大賽的組織 或許可以考慮以民音作為宣傳手段 提高比賽知名度 且吸引更多有潛力的選手加入 大家如果想嘗試這種比賽的話 除了西伯利亞力量秀 日本似乎也有人在提供打屁股的服務 根據一篇2013年的部落鬼文章 有三位日本女士提供打屁股的服務 不是她打你 而是你打她 價錢多少呢? 免費! 這麼有意思的服務 還不趕快支持一下 大家如果要去俄羅斯比賽 可以先去日本試試手氣 看哪種角度打擊的力道最有效 影片到此告一段落 如果你對打屁股有極大熱忱 或許留言區可以讓你找到一些戰友 我是船長COMBO 我們下期見 掰掰